這個單位是位於我這個大廈 是一個19樓向北的單位 因為這個單位是19樓 所以其實是有一個很美的山景 其中一個賣點的單位 就是可以做到Airbnb 而且它對面有一個Storage Locker 這麼近 雖然它已經超過20年 但是已經有冷氣包了 大家好 我是VMAX的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ENC 我今天來到溫哥華的Downtown 我站在Nelson-Beraga intersection 因為我今天有個盤子想介紹給大家 也有很多客人問我 其實現在有什麼可以投資 雖然現在利息高 但是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產品 是比較回報高的 就是例如一個Airbnb的單位 我今天介紹這個單位 就是它完全可以做Airbnb 如果是Strader Blue的話 所以這個短期租金 大家可以出租給一些來旅行 可以租30天或者兩個月 你的回報就會非常高 它的單位就是位於我這個大廈上面 是一個19樓的單位 它這個單位因為19樓 所以其實它是有一個很美的山景 而且這個地位 你也看到這麼多車在這裡 也走去Sky Train 只是15分鐘 如果你去Robston街買衣服 都是10分鐘走到Robston街 所以這個位置是非常方便 附近也有很多餐廳 買咖啡的地方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上去看這個單位 歡迎大家來到這一間 我剛才所介紹的 可以做到Airbnb兩房兩次的單位 大家一進來 其實已經看到 Living Room和Family Room 它分開了 它是長方形的 這個單位差不多是660呎 這間屋的樓齡大約是28年 所以你看下去 其實實用面積 比起現在新樓的 是實用很多 而且這個單位 就是沒有浪費空間 一進來 它已經有一個位置 你看到它其實 因為這個單位 之前是曾經做過Airbnb 已經有傢俬 所以其中一個賣點 這個單位 就是可以做到Airbnb 如果有Strada approval 所以這座大廈 如果你要做Airbnb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另一個賣點 這個單位 就是它的Location 剛才也說了 它是一個在溫哥娃市中心 一個很中心的地段 你走去Skytrain 到處吃市 咖啡店 都很方便 也到處有很多Business Center 例如旁邊有一個Wall Center 然後也有很多Hotel 所以Location就沒有一定 第三個賣點 就是這裡 這個view 你看到這個長方形的廳 其實已經是用了 差不多去到落地玻璃的尺寸 現在我這個廳 是沒有開燈 外面也不是太陽 也不覺得很暗 所以如果你是晚上在這裡 對面的建築 開光燈 其實是很繁華的一個感覺 因為始終這裡是一個 Downtown地段 這個單位 幾年前是做了一個 Major Renovation 譬如是廚房 洗手間 可以慢慢看 它的廚房 因為它現在這裡 其實它是凹了進來 每樣都有 雪櫃 洗碗機 它的房間 然後所有你看到的傢俱用具 都會包在價錢裡面 它已經有了一些餐具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投資做Airbnb 其實它有的東西已經安排了 差不多 你不需要再買很多新的東西 那些櫃也有碟碟 碗 原來它也有更新的 所以不是原本的 你會看到 爐頭在這裡 用一個電爐 這個位置就不是很闊落 因為單位只有660呎 但其實它已經很容易 因為如果兩個人站進來 我覺得都可以 還有它的升盤位 它是看著窗位 所以其實也是叫做 開放一點舒服一點 然後對面層樓 又沒有這麼高 因為我們19樓 所以其實景觀 整個感覺是舒服的 現在我們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這個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就有個套廁 其實另一個也好像有個套廁 所以可以叫做兩個套廁 你分別租給兩個人都可以 如果你想做長期的 長期的購物 那它就看著這邊 北面景 而如果現在放了這個床 其實是一個 queen size bed 這個房的size 其實又不是很闊 但它前面也有少許位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 鍵包位 如果你是要加一張桌 其實這裡也是舊位 這個洗手間 其實它是一個套廁的形式 那就是這間房子 主要這間房子用 它亦都你看到 其實它裡面是更新的了 那些medicine cabinet 還有那個 就是這個medicine cabinet 還有這個sink 就是整個季都更新的 那你也看到它的shower 旁邊的磚 其實都是幾年前是換過 那些shower head那些 是的 那介紹完這個主人房的套廁 我們可以其實出去 說回另一間房子 和另一間洗手間 其實我們這裡是正門 其實它也很好 有個位置 座位都很闊 可以讓你掛衣服 擺鞋子 然後進去這邊 就是那個 第二間房子的洗手間 它的形式其實跟剛才的主人房子 都一樣 都是更新的了 然後它這個 其實如果你有朋友 就是用這個洗手間 它有什麼好呢 就是它這個 其實都可以通過這間房子 所以其實可以當是 有兩個套房這樣用 這樣就通過 其實size來說 好像這一間還是寬一點 但就沒有剛才那麼長 對了 因為它也是擺了queen size bag 然後景點也是看回北面 其實有一點點海景 你看到 就是你有看到water 今天天氣就不是最好 所以就有些霧 看不到山 但如果是晴天的時候 這裡是看到一個山景 在這邊很漂亮的 然後一個closet就是這裡 這個我會有一個walking closet 所以其實可能你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主人房 但因為它的洗手間 是要讓客人在那裡進去用 所以我覺得另一間就像主人房多些 這個660呎兩房兩次的單位 就介紹了給大家 我現在可以show一show 它的locker給大家 因為它的locker很好 又夠大 而且在同一層 在單位對面而已 我現在就可以show給大家 看看它的locker有多方便 這個是unigot的入口 它在斜對面而已 就是一個要用鎖匙開的 很安靜的locker room 一般locker room都是這樣的 真的不會說很漂亮的 裡面 但是它這個size 真的很大 你可以看到 它整個是 好像別人大過 regular 6x4的兩倍 所以這個space 其實你可以放很多東西 行李箱、單斜 很多東西 就算如果你是 因為storage 我們經常放些不常用的 但這個location方面 其實是在對面 所以如果你是覺得 房子裡的size不夠 其實這裡可以放些 間中要用 你也可以過來 很方便拿到的東西 所以如果這個單位 如果你覺得 location和size適合你 除了可以做投資作用 你自己自住 其實都很好 因為你很多位置可以放這些東西 就不怕不夠位了 所以我現在介紹了unit和storage 我就可以跟大家 再說說它的開價 以及它有什麼屬性 不知道大家看完資料 會不會對這個單位有興趣 我可以recap一下資料 這個單位是660呎 兩房兩次 其實可以做兩個套房的形式 去出租長租 或者你做Airbnb短租 如果有strata approval 所以這一棟 其實是strata 應該都有approved 所以如果你想做Airbnb 不想偷偷摩摩 這個是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其實很多其他 condo building 溫哥華 Bernardy Richmond 他們那些很多strata 第一不給 第二其實 City可能都不一定給 所以如果這個 在溫哥華市中心 你拿到一個business license 拿到strata approval 你就可以做短租 而做短租有什麼好呢 就是它的租金回報非常高 因為譬如在summer的peak season 或者就算是冬天 那些人來這邊滑雪 可能都想租 downtown 而且現在這個單位 它的售價是包括了 你所見到的furniture 所以已經是預備好做一個Airbnb 它連杯杯碟碟碟 所有東西都包了 所以如果有人入住 它只是拿袋就可以入住了 而且它對面有個storage locker 那麼近 所以這間屋其實你不需要storage space 你直接在對面擺放那些東西 那就可以了 因為對面那個實在太大了 所以只要放幾架單車 很多個行李箱 其實都夠了很多位 而且很高 所以比起現在standard的storage locker 差不多是有兩倍的了 唯一一個就是 它這個單位就是沒有車位 因為它的location的關係 其實如果你要在這邊上班 或者來這邊的旅客 喜歡在downtown 也都是不需要開車的 因為它全部都是近office 你走去sky train station 只是15分鐘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好的賣點 我還沒說過 就是它這個單位是有冷氣的 雖然它已經是超過20年 但是已經有冷氣包了 所以很好的 所以現在這個單位 它的開價是$79.99 它的property tax接近$2000 然後Strada fee是$680 已經是包了熱水 以及包了中央冷氣 所以現在大家對這個單位有興趣 或者對其他投資物業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聯絡我 喜歡看這個影片 按個like share給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你將來就會看到我的影片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